汉能 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 自1994年起 汉能控股集团一直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 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业和发展 奠定了以传统清洁能源为基础 引领全球薄膜发电 开创移动能源时代的发展战略 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传统清洁能源水电板块 是汉能企业发展的基石 目前 汉能水电项目拥有 全域总装机容量超过600万千瓦 汉能开发建设的金安桥水电站 总投资超过200亿元 总装机规模达300万千瓦 比隔州霸大百分之十 比美国的胡佛大霸大百分之三十 年发电量130亿度 它是目前全球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最大水电站 2009年 汉能正式进军薄膜发电领域 2011年8月22日 习近平在视察双流基地时鼓励汉能 新能源产业大有作为 希望汉能坚持自主创新继续攀登 2011年11月19日 汪洋宣布 广东汉能 规机薄膜太阳能电池 投产 2013年2月19日 于正生来到汉能北京总部考察 他称赞汉能的薄膜发电业务 已经迈进了世界先进水平 希望汉能代表中国企业 在全球薄膜发电领域继续保持领先 2015年10月19日 李克强、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并参观了汉能展台 李克强详细了解了汉能自主研发的 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并表示 做得很好 祝你们成功 2016年3月1日 科技部部长万刚 历临汉能考察调研 对汉能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高度评价 薄膜化、柔性化 是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未来和总趋势 自2010年起 汉能组织专家筛选了欧美 日本等数百家太阳能企业 进行全球技术整合 2012年9月 汉能完成并购德国太阳能企业 Solibro Solibro采用多元素共蒸发的方式 在玻璃称底上 成绩同音加息功能磨层 经德国福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院认证的 研发转化效率达21% 并以平均每年1%的速度提高 是目前世界量产效率最高的 共蒸发同音加息玻璃机薄膜技术 2012年12月 汉能完成对美国MIRSOLI的并购 MIRSOLI拥有不破真空连续建设技术 从柔性不锈钢秤底 到完成所有功能磨层制备 仅需40分钟 研发的薄膜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 已达到19.5% 在柔性同音加息建设法技术路线中 全球第一 2013年7月 汉能完成并购美国 Global Solar Energy公司 Global Solar采用了卷对卷的 柔性同音加息共蒸发生产工艺 并拥有先进的ICI封装技术 研发的薄膜太阳能电池转换率 已达到18.5% 在柔性同音加息共蒸发技术路线中 全球第一 2014年8月 汉能完成对美国 Alta Devices的并购 Alta Devices是世界领先的 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商 生产世界上转换效率最高的 柔性生化加太阳能电池 2016年1月5日 经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认证 汉能柔性生化加太阳能电池 以单截28.8% 双截31.6%的转化效率 成为双料世界冠军 这是汉能Alta Devices 连续第六次刷新世界纪录 柔性生化加电池技术 对航空航天 太阳能汽车 无人机 物联网 电子产品 可穿戴设备等应用领域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通过四次海外技术并购 汉能成为全球首家薄膜太阳能技术最先进 具有自主装备制造能力 全产业链布局 并已实现柔性薄膜太阳能组建规模化量产的公司 在2014年2月揭晓的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创业最具创新力 群求50强企业评选中 汉能作为中国能源领域唯一上榜企业 位居第23名 位列世界知名公司西门子与IBM之前 企业生存的奥秘在于技术永远领先 汉能在中国北京、四川、江苏以及美国、德国、瑞典等地设有八大研发中心 拥有薄膜技术研发人员超过2000名 在薄膜发电领域 汉能已申请专利1820下 其中发明专利占总数的54% 2008年经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批准成立了 汉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为汉能及全行业培养了更多的高端研究人才 除技术、人才、专利以外 汉能的核心竞争力还体现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设计和制造能力 为加快薄膜高端装备国产化的步伐 汉能将在国内建立薄膜发电移动能源生产基地 为我国薄膜太阳能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汉能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光伏建筑一体化 互用发电、农业光伏、工商业屋顶、移动能源等领域 随着转化效率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 薄膜太阳能电池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汉能在分布式发电和光伏扶平视野中表现突出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太阳能无人机领域 特别是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汉能与多家国籍知名企业展开合作 为其提供高效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和系统解决方案 突破了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能量供给的关键技术 2016年7月2日 汉能正式发布SOLA系列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是以柔性高效的薄膜太阳能电池芯片技术为基础 通过光电转化及储能 智能控制和电力配送等精确控制系统 将太阳能转化为汽车驱动动力 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污染汽车 车身集成3.5至7.5平方米 汉能独有的高效柔性深化加薄膜电池 在有效光照5到6个小时的条件下 日均发电量8至10度 可以驱动汽车行驶80公里左右 每年行驶2万公里以上 从而满足城市常规交通代步需要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可实现太阳能清洁电力的边开边充 使汽车不插电无性行驶成为可能 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颠覆了传统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概念 摆脱了传统电动汽车对充电桩的依赖 成为全球第一台可商业化的 薄膜发电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2017年7月29日 汉能汉瓦在北京发布 汉能由此进入万亿级建材领域 汉瓦将汉能全球领先的 柔性薄膜太阳能芯片与雾面瓦融为一体 让超低能耗建筑甚至零能耗建筑成为现实 和传统瓦相比 汉瓦具有更容易的隔热、保温、防火、防渗水、抗冰雹等特性和发电性能 并具备曲面、平板、倒C型等多种造型满足不同建筑风格的需求 一片瓦、一棵树 汉能汉瓦让千家万户的屋顶成为生产绿色能源的森林 在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汉能的薄膜业务兼具了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等六项 带动了电子、玻璃、钢铁、塑料、物流等85个产业 两千多家中小企业的发展 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是汉能人的共同信仰 我们相信以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改变人类利用能源的方式 改变世界能源格局、改变人类生活方式 让世界更加魅力 Energy